再來 你看看這個戒指 翡翠 跟剛剛前面的就不一樣了 為什麼我們剛剛說這個很淡 你看它的綠 對 它就是它綠得很漂亮 所以 我看不出來 你會喜歡這樣的東西 因為你前面都是比較個性的 對 然後這個就會感覺是 不像你會戴的 對 其實這是我還完 因為我人生的階段 有好幾個階段 然後我還完了負債之後 自己送自己的第一個禮物 然後我覺得它 就是送自己的禮物 一定應該是 所以就想要肥脆 對 然後 要會保值的 你有這樣的想法 代表說你可能要問很多 間的珠寶店 對不對 去比價 對 那你買了多少 我當初買了三十六萬 三十六 幾年前 四五年前 四五年前 那這算是比較 最近才入手的 對 比起剛剛其他的物件 四五年前買的 對不對 那這有研究翡翠了嗎 你就這樣投下去 我是當然會客人很多 會談一下 聊一下 是 好 這一個 這個蛋麵呢 其實符合我們在講的比例 因為我有講到說 如果要見價的話就要 是 那個比就是比例 那比例呢 在這種蛋麵型的翡翠裡面的話 要 五四三 五四三一條 好嗎 長度五 關度四 四 高度三 下面的厚度一 完美比例 就是完美比例 那這種完美比例的話 如果表現在 你這一個蛋麵翡翠 它如果是通透的 水頭飽和 然後水線長的話 那你這個就是 太飽 真的嗎 太飽了 非常寶貝的 好想吃到節骨 好 那你喜歡它的什麼地方 其實它那個綠 就是讓我很喜歡它那個綠 跟我看到有一些綠不太一樣 它比較嬌嫩 對不對 比較嬌嫩 有點像我們那個 逃生出口的那個綠對不對 天啊 沒有 這個比較好看 這個比較好看 好 為什麼我要講說 像逃生出口的那個綠 是因為它帶光 這個就好像是 有放光 透出來的 有放光的感覺 其實我們有一種 老坑種對不對 老坑種 老坑種裡面的最高級的綠 叫 子額玉其實它是一種水玉 就從水裡面 活水裡面撈起來的 然後它的顏色呢 我們老坑種通常都是比較暗 比較老種嘛 所以它那個水已經把它沖掉 那個氧化個的部分 那個顏色 把它沖得比較淡 淡到什麼程度呢 淡到有點像 我們早上起來的時候 剛好樹枝上面的那個芽 發芽了之後 陽光從後面透過來 你就這樣看著那個芽 就是這個綠 就是這個綠 心芽的那種 對 所以這是心芽的一種 清綠 對 清綠 都要查在這裡喔 要不然的話這一顆 不得了... 不懈可疑 真的喔 那我們趕快先來評估一下 好不好 這個 當初五年前買就要三十幾萬 對不對 對 所以 那我們來講一下 我也很想知道 因為他也是講很多優點啦 所以示範 雖然後面講的那一句 對 有點... 這樣到底多少 等一下讓你心情做三溫暖 真的喔 真的喔 這樣有點... 你要好好講喔你 來 請見價 真的 交人睡了 我本來以為... 我以為會往上走耶 你以為會大黨對不對 對 這一種的話也叫做 我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說三十萬元 第一個 我為什麼講說 它有色五種 對 然後呢 它不通透 然後你從側邊看的時候 你看 都是白花 都是白色的有沒有 都是白色的 因為它不通 不透 所以它沒有水頭不飽和 然後水線 你不飽和的水頭的話 就沒有水線 所以它只是有色五種 那這一顆呢 最好就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戴就好了 你也不用去改 我也以為 你也不用去改台 免該台 可是呢 你買的時期 你說五六年前對不對 對啊 剛好是翡翠最高價的時候 在糕點買的 2016年 是全世界的拍賣會裡面 翡翠的最高價 就落在2016年 你就難得買了那麼一個 翡翠的戒指 就剛好那一年最貴 可惡 那一年那個年度是最貴 所以它往下走之後 因為鐸子那時候 已經賣到說 一個是算億的 人民幣喔 鐸子喔 可是呢 當六家拍賣公司 因為那一年 六家拍賣公司 我都去看育展 看了之後呢 我覺得說 這個可能會創高價 可能會創高價 全部有九個鐸子 都是高價的鐸子 起拍價可能都是六千萬 人民幣 對不起 只有兩個成交 而且還是抵拍成交 是 所以從二零一七 一八年開始 鐸子反而走不上去 它就變成換成玉珠 是 珠 用玉珠套鏈來走 所以整個拍賣市場的話 你如果是像這種物件 它也送不了拍 因為你沒有腫 只要是沒有腫的 有色 沒有用 好吧 所以這個價格 剛好你是買在最高點 那現在是往下走的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期待它 再往上走的 對 人生 跟人生一樣 起起落落啊 你只要每天帶 你就值回票價 也是 你沒有帶的話 再貴也是沒有用 沒有用 就鎖起來 對不對 你就要天天帶 每天帶個寶 對不對 每天天頭都給他掛 就會咬很多寶 對 當然 錢財啊 就會咬很多寶 身體也會健康 對不對 而且還 你就是知道它缺什麼 它有錢 這很厲害 這個給我招桃花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最期待的 今天最期待的這個物件 告訴我們為什麼你那麼偏心 為什麼特別喜歡它呢 那時候應該也是二十年左右 然後我喜歡看海 可是因為當時 就是沒有時間 然後當我看到這個藍 就會 我就滿喜歡的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藍色的東西 對 然後後來那時候 花多少錢把這個帶回家呢 我記得我那時候買 應該是兩萬五 兩萬五千元 在那種珠寶店是不是 對 櫻樓 那時候就是櫻樓 對 兩萬五 你就可以帶回家了喔 在櫻樓店了 對 因為很多年前了 所以 站到了是不是 可能要 單全食 你那個時候買的時候 應該是最流行的時候 是喔 他說二十 二十幾 我不太記得 大概二十幾年出頭 那時候 對 二十幾年前 我那時候賣單全食的話 大概都是一套 一個套 就是一個醉池 一個戒指 兩個加起來的話 可能就是五六十顆啦 然後要賣多少錢 對 重點 不要問我 那時候買便宜 賣便宜 可是呢 其實那個時候算貴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在一九六七年 被發現了之後 在坦桑尼亞 東非的坦桑尼亞 那邊被發現之後 那有一個T牌 Tiffany這個品牌 他覺得說他可以取代 藍寶的市場 所以他就把那個礦場 全部都包下來 然後全力再推單全食 是 那他的英文學名叫做 Ten Sun Right 相對的 我也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 所以我就賣得特別好 Ten Sun Right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藍寶石如果是 最高級的顏色 像這種叫皇家藍 但是有一種 有 Cone Flower的顏色 就帶紫絲絨 在藍色裡面 再帶一些紫色的紫絲絨 是 克什米爾的藍寶石 特有的一個顏色 那它的價格是最貴的 那你這個呢 帶的是 藍色帶的多 紫色帶的少 所以也算是 Cone Flower的顏色 可是呢 因為它比較淡 淡 它不夠深 所以這個叫做皇家藍 很漂亮的皇家藍 那如果說 以買這個價格來講的話 算便宜的喔 因為當時 你幾月出生的 五月 因為它會 而且會 暗定你的心性 好 所以單磚石呢 真的是天上來的一個寶物 那我這邊有 一顆單磚石是有切割的 你這一個是沒有切割 這一個是有切割的 對 那這一個有切割的 你看 它是不是 對 對 很明顯 對 很明顯對不對 藍帶的多的話 通常它的價格是比較貴的 是 然後另外有一個是 跟你一樣沒有切割的 沒有切割 就藍更多了 因為它沒有切割 所以反映出來的一個折射率 就變得比較深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 這個價格好不好 好 來評估一下囉 這個當初買兩萬五對不對 好 來我們評鑑一下 我們請建價 十三萬五千元 這個也賺太多了吧 我以前買的都賺 真的是賺太多了 那塊你剛剛說 這個價格很OK 對啊 我跟你講這一種的話 一克拉要四千塊 這一個有 二十克拉 它這個主食就八萬塊了 那這一個台子呢 因為上面的鑽石 都用得很大 上面的鑽石 大概就五萬五千塊了 所以很不容易 你真的都是賺了 真的 謝謝 所以我發現 彌克喜歡這種又大的 然後沒有切割的圓圓 圓圓滿滿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繼續買 我覺得你買東西 或者是受贈的東西 都很不錯耶 真的耶 都是真的 什麼前男友啦 阿嬤啦 乾媽 都是好東西 他自己買的也都是好東西 我覺得你家裡 一定很多東西 我們下次再來跟我們分享 好的 好不好 還有很多故事 好 我們等著彌克囉 謝謝彌克 恭喜 謝謝 記得大家 謝謝 在YouTube搜尋東風衛視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